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UTA TV UTA TV OK 又到月底了 然後今天 UTA 就要給大家分享 UTA 6 月份買到的東西 還有 6 月份的戰利品 還有 6 月份的一些種草的小物 然後呢 今天同樣呢 也是有 美妝的 然後也是有 吃的 Let's go OK 那麼第一樣要推薦的呢 也是一個 這個 洗面奶 這是 UTA 前幾天去買藥妝的時候 新買的 那個店員呢 他就非常非常推薦 他說是一個 BIO 蜂蜜 我覺得法國人是蠻看中 BIO 的東西 然後這個洗面奶呢 它是法國製造的 呃 它這個牌子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 就是它的認識是 0 它是一個泡沫洗面奶 就是洗完之後呢 我會覺得 泡泡是豐富的 而且泡泡的話呢 比那個 VELOGARD的泡沫要更有彈性一點 而且它的清潔力呢 要比VELOGARD的要強 我自己是覺得用來卸妝的話 這個會比較好用 但是如果是零睡覺之前 用洗面來洗的話 這個可能就會偏乾一點 因為VELOGARD的話 卸妝的話 經常都會 一洗完出來就會發現眼睛這邊都是黑黑的 就是不能夠洗乾淨 那這個不一樣 卸妝這個真的是很OK 這個是沒有味道 沒有刺激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是推薦的 而且它這個地方呢 它寫的是 Face and Eye 它可以洗眼睛 就肯定不是說洗眼睛裡面啦 洗眼睛外框 所以我現在是兩款洗面奶一起用 上次在藥妝影片裡面介紹過的這個 今天為什麼是美月最愛呢 因為它這個是HUTA上次新開箱的兩個 之前沒有用過的味道 一個是皇家玫瑰 然後一個是菠蘿芒果的味道 為什麼那麼喜歡它們兩個 這兩個味道呢 我可以跟你說 一用就按照 這個皇家玫瑰呢 我是覺得它的薄荷味道非常非常的特別 就它的薄荷味 我覺得是我刷過那麼多牙膏裡面 最持久的 有一點點淡淡的茶香味 非常非常好用 是我刷過那麼多牙膏裡面最好用的 這個牙膏的價格是有一點點貴 另外一個呢 就是這個菠蘿芒果的味道 為什麼推薦它呢 是因為 我從來沒有刷過那麼甜的牙膏 我不知道現在國內有出什麼類型的牙膏 因為我很久沒回去了嘛 這個呢 是我刷過第一個有芒果味道 而且是甜的牙膏 就是刷上去有很熱情的感覺 呃 什麼是熱情的感覺 哈哈哈哈 我覺得然後它的果香味呢 就很濃 薄荷味法少 有點在像喝綜合性果汁的那種味道 就是蠻新奇的味道 但是兩支對比起來呢 我還是偏向於這個皇家玫瑰 不容置疑的 我自己本來比較偏愛玫瑰的味道吧 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 OK Next Clo-Hong的Clo-Seca 這個石榴的洗髮露跟它的護髮素 就試了那麼多之後呢 我覺得芒果油跟這個石榴是最好用的 我發現我的頭髮是經常染髮嗎 這個是一個針對於上色頭髮 所以洗完之後會覺得 欸 頭髮是特別順 特別油 然後特別亮亮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染髮的話也可以試一下這個 就這個牌子洗髮水真的不要亂買 就是真的買錯的話呢 真的很難用 這不是所笑的 Next 現在就要介紹這個月買的Dior的兩個東西 這個是Dior一個新出的唇釉 它的顏色呢 是應該算是姨媽 後期的姨媽色吧 就是 不是鮮紅姨媽 像二塔口紅圖的顏色呢 就是這個管子顏色 不過 視頻拍起來呢 就會比較紅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正確的顏色呢 應該是有點偏棕色系的 就是有點像二塔現在頭髮的這一種 如果有時候走中性路線的話 口紅太紅的話 就突出不了那個FU 就這個Dior的棕色的指甲油 這個指甲油呢 就是之前大家很多有人問 就是那個棕色的就是這個 因為我棕色的指甲油就只有這一罐 指甲油我基本上90%都是Dior的 因為Dior的指甲油我覺得第一乾的快 第二 它的掃子很大 就它這個掃很大 可能是我手指比較小的原因嘛 就那個掃子 只要掃一下的話呢 我基本上整個指甲都會填滿 我覺得比Chanel的那種小小的掃 好用得多 就這對我自己而言啦 Next 然後剛剛說到塗口紅 如果塗顏色鮮的口紅的話呢 牙齒很黃 也不好看 我也發現了自己的牙齒可能有點黃 所以我這個月就買了 哎呀 翻了 這個叫一個美白牙齒的一個束口油 就是說14天就可以見效了 這個是一個椰子味道的 一條一條這種的小管 就是在這邊把它剪開 然後就啊這樣子 就倒到口裡面 但是你千萬千萬不要吞 然後就是讓你這樣束口 大概10分鐘之後呢把它吐出來 堅持14天你就會看到有不一樣的牙齒 我數一下我現在用了多少天 乌塔已經連續用了一個星期 就自己會覺得說 牙齒變白好像還沒有變 但是變亮了 為什麼沒用完都在這裡推薦 是因為這個椰子的味道 這個椰子有 真的好好喝 有椰奶的味道 所以每次我含在口裡的話 都很想吞 非常非常期待 就14天用完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OK 對於吃的方面呢 乌塔有兩個東西 要介紹給大家 登登登 上次法國零食介紹裡面 介紹過的那個 法國餐前小餅乾的那個牌子 好長 它裡面出了一個薯片 寫的是 就是超級超級超級新鮮 其實我半年前我也見過 它就是這樣這樣的一片片餅乾 非常小但是非常非常的脆 借乎於餅乾跟薯片之間 它比餅乾要脆很多薄很多 頭感非常非常的奇特 它有四個味道 然後我四個味道我全部都吃過了 比較推薦的是辣味 嗯 好 這個是一個綜合香草 茴香啊 歐式西芹啊 然後迷迭香啊 然後一些洋蔥啊 很多很多的調味料 筆在一起 壓製成的那種乾草 其實以前也買過 但是它這種綜合香草啊 出了很多很多味道 好像有普羅旺斯的綜合香草 我這個好像是南部的 它是一罐魔力的調味料 就是說 只要你煮西餐 你加上它 就會變得 很好吃 另外煎牛排也是 煎牛排煎羊排 就是說你在煎的時候 你就灑一點上去 然後味道就會突然變得很好 然後做義粉的時候也是一樣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推薦這個綜合香草 好 那麼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一點點喜歡UTA UTA 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UTA一個LINE 然後 BUTOBUTO訂閱UTA TV喔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UTA的節目有一個調整 最近出去拍吃飯的影片都變少了 因為最近處理的事情比較多 所以每天都沒時間出去吃飯 就只在家裡啃個三明治什麼就算了 然後每個星期有至少有三個影片 是跟法國有關係的 就給大家拍一些香港的VLOG去 就是拍一些美食的不同的餐廳的VLOG 在七八月份你們會看的非常非常多 UTA的奇奇怪怪的開箱 真的是各種都有